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也就是单级简介部分查看 好啦 招聘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嗨 各位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4年的6月12号 星期三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苹果WWDC发布会上 介绍了哪些和AI相关的功能 上海迪士尼进行年卡 和门票调整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 就会来回答这些问题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 也就是我们的清解读时间里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 霸王茶几这个茶饮品牌 上个月霸王茶几的创始人 公布了一组内部经营数据 去年一整年下来 他们的销售额 第一次突破了100亿元 几乎是耐血营收的两倍 成立第七年霸王茶几 他们的总门店数量 就超过了3500家 比洗茶少用了5年的时间 今年霸王茶几继续狂奔 第一季度的销售额 就已经达到了 去年全年业绩的一半 他们的创始人表示 按照目前的增速 今年销售额将会超过200亿元 同时他喊话星巴克 表示今年他们的目标 就是超过星巴克中国区的业绩 事实上诞生于2017年的霸王茶几 入局限制茶饮赛道的时间并不算早 在他成立之初 洗茶耐血等等品牌 都已经出具规模 行业竞争也变得越来越激烈 那么后入局的霸王茶几 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 跑出百亿营收的 他又是靠什么 想要和星巴克一争高下呢 今天我们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在这之前 我们先来关注几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苹果发布人工智能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 北京时间6月11号的凌晨 苹果召开2024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 也就是WWDC 在大会上他们发布了 人工智能系统Apple Intelligence 它基于苹果内置的大语言模型 打通了苹果的各个原生应用 能够实现文本修改 内容摘要 录音转写等等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 指挥Siri调用这些功能 即使指令缺少上下文的语境 Siri也能够跟上用户的思路 苹果还承诺 AI功能只识别数据 不收集数据 用户的隐私不会被苹果记录 Apple Intelligence 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正式登录iPhone iPad 还有Mac等等产品 它暂时只支持英语 并且由于芯片性能的要求 也只能覆盖最新款的 iPhone 15 Pro和Pro Max 在iPad和Mac上 也只支持M1和M1以上芯片的机型 在WWDC上 苹果也正式宣布了 和OpenAI达成合作 苹果将接入GBT4O模型 当用户的问题超越Siri能力范围时 Siri就会弹窗请求 在得到用户的许可之后 向ChatGBT寻求更加完整的答案 苹果透露 未来还会陆续接入其他公司的模型 不过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 对苹果和OpenAI达成合作 表达了担忧 他认为苹果无法构建自己的人工智能 却宣称能够确保OpenAI 不侵犯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他认为这显然是荒谬的 马斯克表示 如果苹果在操作系统层面 整合了OpenAI 他的公司就会禁用苹果设备 除了人工智能相关的内容 苹果还发布了Vision Pro的新系统 Vision OS 2 Vision Pro也将在6月28号 正式在中国市场发售 起售价是人民币29999元 而手机上的iOS18系统 也终于支持了通话录音的功能 我们生动活泼的另一档节目 What's Next 科技早知道 也在刚刚更新的节目当中 对苹果的人工智能进行了讨论 想要更多了解这次WWDC的朋友 可以点击本期节目单集简介中的 节目链接进行收听 OpenAI聘请新的首席财务官和首席产品官 根据The Information 6月10号的报道 OpenAI聘请了社区社交平台 Next Door的CEO Sarah Fra 来担任OpenAI的首席财务官 在2022年 OpenAI的时任首席财务官 去担任首席运营官之后 这个职位已经空缺了两年的时间 曾在Twitter和Instagram负责产品的Kevin Well 将担任首席产品官 华尔街日报的分析认为 OpenAI聘请的首席财务官 曾在两家不同的公司参与IPO的工作 这样背景的人选可能表明 OpenAI有上市的打算 同时OpenAI刚刚和苹果达成了合作 即将推出搜索引擎等等新的AI应用 新的产品高管 也可以帮助开发人员 平衡越来越多的业务 另外根据半导体行业媒体 Semi Analysis的报道 OpenAI还计划 将目前只有几个人的芯片团队 扩展到几十个人 新招募的员工也大多来自Google OpenAI计划每年向这些高级工程师 提供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股权 上海迪士尼对年卡进行调整 6月7号上海迪士尼乐园 对年卡业务进行了调整 原本名为星光宝石卡的年卡被替换 新的方案虽然价格低了160元 不过可以预约入园的天数 却从350天减少到了300天 上海迪士尼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的时候表示 全新的卡种是为了给年卡用户和粉丝出游提供新选择 同时也可以帮助上海迪士尼更好地平衡全年客流 提升乐园内的游客体验 此前迪士尼宣布门票架构从4级调整为6级 新增两档中间级别的票价也是为了均衡客流分布 第一财经认为在暑期旅游旺季之前 上海迪士尼对年卡进行调整 减少了一部分中间档年卡可以使用的时间 会分流一些年卡客源到非高峰期入园 从而提升入园游客的体验感 另外两种年卡的价格没有变化 其中最高档位年卡的购物八折优惠权益 变成了满减的优惠政策 澎湃新闻认为 这一举措是为了打击黄牛的代购行为 短午节假期国内出游超过1.1亿人次 根据文旅部数据中心6月10号发布的数据 短午假期期间 全国国内旅游的出游人次 合计达到了1.1亿 同比增长6.3% 国内游客的出游总花费也超过了400亿元 同比增长8% 第一财经的报道显示 在年轻旅客的带动下 游客越来越偏爱 灵活化和个性化的出游方式 云南 青海 甘肃等等地方 也成为了年轻人自驾游必属游的热门选择 另外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的热播 带动了以新疆阿勒泰 伊犁等等地方自驾游的火热 当地旅行社的负责人 在接受澎湃采访的时候表示 6 7月本来就是阿勒泰的旅游旺季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 当地旅游旺季提前到来 还带动了一些传统跟团游线路的火热 以上就是值得你关注的几条商业科技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一块来聊聊霸王茶几这个频道 欢迎来到今天的清解读 霸王茶几官方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仅仅一年的时间 他们平均每天开出6家新门店 目前他们的门店总数量已经达到了4000多家 超过了成立更早的洗茶和耐血 在营收方面霸王茶几也在去年 也就是他们成立的第7年 销售额首次突破了100亿 那相比较之下 其他的茶饮品牌 比如说密雪冰城 茶百道等等 这些品牌实现百亿营收所花费的时间 基本都超过了10年 甚至是20年的时间 霸王茶几的创始人表示 按照这个发展速度 他们今年的销售额将会突破200亿元 有机会超过星巴克中国区的业绩 最近一个财年 清巴克中国的营收大约是22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一路狂奔的霸王茶几 在2017年成立于云南 直到2019年才开始在省外扩张 而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 限制茶饮赛道的初步竞争格局 已经在慢慢形成 洗茶耐血成为了 比较高价格带的代表品牌 在全国几十个城市 开出了数百家门店 和霸王茶几 客单价差不多的一点点 则在15元的价格带占稳了脚跟 而在激烈的竞争之下 也有将近六成的茶饮企业 都难以存活超过三年的时间 那么在竞争如此激烈的 限制茶饮赛道 霸王茶几作为后入局者 它是如何实现营收破百亿 甚至是叫板星巴克的呢 策略之一 开发更加标准化的产品 提高单店效率 霸王茶几之所以 能够如此快速地扩张 原因之一就是 他们主打标准化程度 接近咖啡的原液鲜奶茶 安信证券的研报指出 市面上大部分限制茶饮的 标准化程度其实都不高 我们以最主流的水果茶为例 在需要用到大量的新鲜水果 各种小料 以及产品制作方法 各异的情况下 不仅水果茶难以控制 茶饮的口味标准 处理水果等的多个步骤 也都需要人工的参与 效率比较低 那相比之下 咖啡的制作就比较的简单 大部分都只需要加糖 或者是加各种 不同种类的奶制品 而且可以高度地依赖 自动化的咖啡机 而霸王茶几的核心产品 叫做原液鲜奶茶 这个产品结构上 就和咖啡非常类似 比如说占他们去年销售额 三分之一的单品 博牙绝咸就只有原液茶 糖还有奶 这三种原材料 那这样极简的配方 一方面可以最大程度地 降低供应链的建设难度和成本 比起鲜果茶所需要的 时令水果波动的价格 和比较高的运输仓储成本 茶叶不仅价格和产地 稳定性更高 存储和运输的成本也会更低 其次 饮品制作环节 也能够利用机器 来保证出品的口味 和门店的运营效率 根据玩点类post的报道 一家喜茶门店 通常需要10到15名员工 他们分别负责处理水果 调饮 打包等等六类不同的工作 而霸王茶几几乎已经实现了 全流程的机器制作 而这也基于他们的自动脆茶几 员工只需要做的是扫码 让机器识别点单需求 然后这个脆茶几就会按照要求 自动产出一杯最终的饮品 这样的话 不仅大大加快了制作的速度 平均8秒就能够制作出一杯 原液鲜奶茶 是喜茶出杯速度的三分之一 而且这款机器 还将每杯茶的味道的偏差率 降到了千分之二以内 这样高度标准化的产品 和制作流程 自然就为霸王茶几的门店扩张 奠定了基础 策略之二 在城市核心点位 开设大型门店 2021年获得两轮融资之后 诞生于西南地区的霸王茶几 开始进一步的在全国扩张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进入很多新城市的时候 会优先在核心商圈的商场一层 或者是商业街 开设大型旗舰店 界面新闻的报道显示 霸王茶几超过一半的门店 都开在大型商场等等购物场所之内 其中超过七成都是在商场一层 门店面积也都是在80平米以上 有的旗舰店甚至是更大 比如说他们在西安的一处经典的景点 钟楼就开设了一个占地三层 几百平米的门店 而在人流量大的点位 开店刷存在感 不仅可以快速地提高品牌在当地的知名度 旗舰店相对突出的业绩表现 也有利于他们进行招商扩张 去年8月霸王茶几在北京知名商场 和声会一层开设旗舰店之后 每天平均的出备量达到了1000杯以上 远远高于茶饮行业300杯的生死线 月营收也高达150万 这样高额的业绩也吸引了许多加盟商的关注 短短半年之后 霸王茶几在北京就新开出了40多家店 其次 在疫情刚刚结束的2023年 霸王茶几还抓住了商圈铺面 房租低的窗口期 实现了门店 尤其是商场店的快速扩张 有房地产咨询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 去年上半年 中国21个主要城市零售商业控制率 都处于历史高位 许多的商场为了吸引品牌入住 纷纷推出了各种租金减免的政策 于是霸王茶几就趁机通过加盟抄底商场门店资源 以较低的成本租下了大量优质店铺 另外对于消费者来说 在霸王茶几的大店消费 还意味着可以花15到20块钱的中等价位 享受类似于星巴克等等单价更高的门店 才会提供的第三空间的休闲体验 而这些也有助于霸王茶几 在陌生的市场 快速建立起差异化的品牌形象 霸王茶几的业绩猛增 也和他们砸重金做各种营销有关 根据玩点类post的报道 今年霸王茶几的营销预算高达5亿到10亿元 这个数字大约是耐血 茶百道等等其他茶饮品牌 营销预算的3到5倍 最近几年霸王茶几不仅常常会花大价钱 邀请流量明星来进行宣传 或者是做各种文化联名 他们还经常在产品的包装上玩花样 霸王茶几曾经多次更新他们的包装设计 并且包装袋和纸背的花纹 也看上去和迪奥LV等等大牌的产品设计非常相似 尽管这样的操作引发了抄袭的质疑 但是蹭热度式的营销 还是让霸王茶几因此收获了不少的眼球 与此同时 在饮品界掀起低热量风潮的当下 霸王茶几还大打健康牌 在茶饮行业首次推出了产品身份证 把每款饮品的热量成分等等信息都空开出来 迅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另外为了提高复购率 霸王茶几也在不断地加大他们的私域运营 比如说他们也会采取和瑞幸类似的做法 组建门店社群并且安排专门的人员 日常在群内发放优惠券 他们的官方数据显示 截止到今年5月 他们的私域渠道的全球注册会员数量 已经突破了1.3亿 不过霸王茶几在一路狂奔的同时 也面临着一些挑战 首先茶饮市场是一个快速迭代的赛道 所以当新的茶饮消费趋势诞生 并且取代原液鲜奶茶的时候 霸王茶几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竞争力 是一个问题 目前他们七成左右的销售额 都来自于博牙 绝贤等等 三款原液鲜奶茶类的单品 但是过于依赖一类产品 也就意味着一旦这类产品不再流行 霸王茶几的业绩就很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再加上他们的产品研发 供应链 以及门店标准化的运营 也都是围绕着原液鲜奶茶来布局的 所以到时候就算是想要转型 做新的产品也并不容易 其次霸王茶几想要进一步的扩张 还需要面对行业加盟商资源吃紧的问题 界媒新闻的报道指出 随着开放加盟的餐饮品牌越来越多 现在不论是奶茶小吃还是火锅正餐赛道 都开始通过降低加盟门槛的方式来抢夺加盟商 比如奈雪就把他们基础的加盟门槛下调到了不到60万 相比之下 同样靠加盟商来扩张的霸王茶几的加盟成本 很多时候都高达100万 比瑞幸的加盟费还要高 最近两年 即使霸王茶几疯狂撒钱做营销 他们的门店总数 在整个茶饮行业也只排到了第9位 另外虽然霸王茶几短期之内 业绩超过了喜茶等等品牌 但是它在品牌 运营 管理等等维度的能力 还没有经过市场的长期验证 所以它现在的估值也只有30亿 远远低于喜茶的600亿 未来如果霸王茶几想要进一步的扩张 那也需要谋求上市融资 而在越来越卷的茶饮赛道 投资者也已经不再那么容易被打动了 所以说到霸王茶几的话题 也想来问问你 你平时更喜欢什么类型的饮品呢 在下单的时候 你会更看重口味 还是会关注一下热量高低呢 欢迎在我们的评论区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我们其他的成员还有 监制泽林 监制千文 监制Stella 商业内容策划 喽喽 声音设计庆明 研究员 东军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生动早咖啡 那我们就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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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